为北,为敢忘忧国,我们了解了首岛英雄王继财夫妇,寄入了一家四代首海岛的海岛为家,艰苦为荣,祖国为重,奉献为奔劳海岛精神,英雄永不落幕。 有这样一个英雄,获得国家一等功,退役以后隐姓埋名,当了37年农民,严守国家机密,坚守不能,不能信用国家机密,不能给地方签麻烦,不能闹意见,18岁当兵。 担任地空导弹部队关键岗位,标图员根据敌机信息快速计算目标行计,为指挥员最终决策提供依据,退役以后加进困难。 母亲瘫痪,妻子骨骨头坏死,一个儿子已没有手术费落成一级残疾,他说,是个兵,就要有几根硬骨头,保密期过了,乡亲们才知道他是大英雄。 他说,军工不是个人的,是和战友并肩作战的纪念,他就是两次击落幽二高空侦察机的英雄吴宏府,我军首次击落幽二,的记录就是他这里诞生的,吴宏府战事退伍症。 图元,中型王,幽二被我方首次击落后,后来幽二装目预警装置,于是我真设计出尽快战法,标图元测算时间从18秒缩短到8秒,吴宏府将各种数据烂熟于心,使用尽快战法再次击落幽二,备受与个人一等功。 在现今的叙利亚问题上,还能看到了优二侦察机的身影,也算是老季弗利,毕竟他可是冷战的代表。 从他1956年服役之初,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被他入侵过,战场上必见他的身影。 科索沃战争,海湾战争,伊拉克战争,可谓恶名远播,有二侦察机素有蛟龙夫人,黑寡妇和美誉,是洛克希的公司,作为美国空军前台身份,研制的一型单座单发高空侦察机。 飞行高度最高可达27430米,当时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可以对它产生威胁的武器。 U2项目在当时是美国的最高机密,保密工作是纪曼哈顿原子弹计划以来最严密的。 服役之初,连续两次成功侦察苏联,但被苏联防空雷达捕捉,苏联米格尖机基因飞行高度太低对U2无可奈何。 苏联对此表示强烈不满,但是不能准确描述U2,于是美国趁苏联蓄意捏造,艾森豪威尔总统起初被告知苏联防空雷达无法探测到2万米高空飞行器,但是接到苏联提供U2的侦察路线图,疑心并很重,于是在时终止雷U2对华约国家的越境高空侦察。 但是总统雷心不死,1960年再度派出U2侦察苏联,被苏联S-75防空导弹击落,飞行员鲍尔斯被俘,被俘原因流传许多版本。 美国陷入难堪境地,美国起初吉利否认,认为有此毁装置,飞机重大飞行员很难存活,但是苏联找到飞机残骗,申服鲍尔斯并公开审判,艾森豪威尔不得已承认这些间谍活动。 动静冷战在起,美国彻底停止对苏联的飞跃侦察。 U2在拉丁美洲和亚洲出现频繁,理查德海泽二少校驾驶U2,发现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。 这就是古巴导弹危机的序幕,人类走到核战争边缘。 后来破云压力,苏联不得不撤出古巴导弹,U2某种营益尚算是世界救星。 如果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成功,接下来怕是只能战争了。 美国如今正在研制RQ-4全球鹰无人机,准备替代U2侦察机。 只有全球鹰侦察机的性价比超过U2,但是全球鹰无人机还不完善。 美国空军本来计划在2019年将现业的33架U2侦察机退役。 这种退役的话美国已经说过很多次了,但是还是能看到它活跃的身影。 研制出U2的洛克希的公司海特,将顺利服役到2050年,甚至到2100年。 有资料显示,U2共有期要被击落,其中五次是被中国击落骄傲。 陈毅元帅还曾幽默地说过,U2是被我们用竹竿捅下来的。 北京军事博物馆现存有U2侦察机残骸,有时间可以去观摩。 时刻铭记历史,去安思威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